據知情人士透露通用汽車公司將在全球裁減超過一千名元件預服務部門員工 據了解這決策是為了精減部門運營 並在無奈前的領導層變動後進行的 公司未透露具體的裁員數字 但有消息人士確認實際裁員人數超過一千人 被裁員工異於星期一上午獲得通知 這次裁員大約佔通用汽車全球員工總數76,000人的1.3% 通用汽車發言人透露公司目前需要部門和流程簡化 並將重點投資於最有影響力的項目 這次裁員發生在汽車行業普遍面臨成本削減 和員工裁減壓力的背景下 同時該行業也在積極投資電動車等新興市場 TinaWars記者編輯報導 拾olie 3 3 7 4 6 2 5 感谢观看